在美国宇航局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发布的一张新图片中 一个离地球2900万光年的耀眼螺旋星系得以再现 形似骨骼图像的清晰程度前所未有 该星系名为IC5332 直径约66000光年 大约比地球所在的银河系小三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 它几乎完美地与地球呈现面对面的状态 该星系骨骼通常被尘埃遮挡 如今却完整地上的银河系 更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由于采用了中红外仪器的观测 微博望远镜拍摄的图片 展示出螺旋星系前所未有的细节 使我们能够欣赏其螺旋臂的对称形态 Merry是微博望远镜中 唯一一种对电磁波普的中红外区域敏感的探测仪器 而微博的其他仪器都在进红外中工作 Merry是第一个能够提供中红外图像的仪器 这些图像足够清晰 可以很容易地与哈勃望远镜 在较短波长下的试图相配合 Merry最显着的特征之一是 它在266C的寒冷温度下运行 这比其他大多数的望远镜的运行温度 还要低33摄氏度 这意味着Merry在仅比绝对零度高期摄氏度的环境中运行 根据热力学定律 绝对零度是最低的温度 Merry需要这种寒冷的环境 以便其高度专业化的探测器能够正常工作 并且它有一个专用的主动冷却系统 以确保其探测器始终保持在正确的温度 值得注意的是 在电磁波频谱的中红外区域 成功获得观测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 要知道 中红外很难在地球上被观察到 因为它大部分被地球大气层吸收 而来自地球大气层的热量 使观测进一步复杂化 哈勃望远镜无法观测到中红外区域 因为它的透镜温度不够低 这意味着来自镜子本身的红外辐射将阻碍观测 科学家们为确保Mirror的探测器 具有正常运行所需的冷冻环境 而付出的这些额外工作 在这次令人惊叹的图像中得到了回报 哈勃图像显示了 似乎将螺旋臂分开的黑暗区域 而微薄图像 则显示了更多与螺旋臂形状相呼应的连续缠结的结构 这种差异是 由于银河系中存在尘埃区域 而紫外线和可见光 比红外光更容易被这些星际尘埃散射造成的 因此在哈勃图像中可以很容易的将尘埃区域 识别成紫外线和可见光都无法穿过的较暗区域 在两幅图像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恒星 这可以解释为某些恒星分别在紫外线 可见光和红外线状态下更亮 这些图像以惊人的方式相互补充 而每张照片都将告诉我们 更多关于IC5332的结构和组成 这个证顺我们不算随着 这个证顺我们也要词听 证顿